好,我们来到挑战关卡第四关 暴军,对面是烧强的敌人 对面比较牛叉的就是这个空洞之刃的 他是一个五级兵种 这是五级兵种 然后都是老兵 这牛逼了 然后我们只有一条古龙和一个石像鬼 我们的主角暴军啊 他是法系的英雄 你看他的魔法强度30 然后密法知识70 魔法点60 作战力,战斗力加成10 明显是一个法 法术性的英雄啊 我们的法术要利用好这个火焰之语啊 流星火雨 它是群伤的 并且群体附带灼烧效果 还有一个法术是黑暗系的这个流星病 群体群体有就放出去的时候就有就有毒毒的伤害 然后还有群体瘟疫的效果 我们利用这个石像鬼啊 去当靶子 然后把这个怪聚到一起 聚到一堆 然后利用我们刚才的那个 那两个法术来打击敌人 先给我们的石像鬼啊 上一个抗性加成 这样跟弹奏一点 我们的狗狗先剔一下 石像鬼走过来狙怪 防守一波 哇!被敲晕了 好 達到了聚怪的效果 以我們石像鬼為中心 最後一圈都是怪 我們現在馬上換這個全體法術 先給他來一個瘟疫 瘟疫的話他會附加一個單位一傷加30 先給他丟這個 對著我們的這個原心 就是我們石像鬼的位置丟 最後一圈的怪都受到傷害 然後下個回合我們丟流行火魚 我們的古龍可以在這中間來噴一個 古龍有一個噴酸魚 我們來噴一發 噴一發 這多爽啊 爆一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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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成 爆二聲 爆一聲 爆了 爆炸 对不起 好,我们就简单地取得了这一关的胜利 获得了一个战利品 这个战利品是马西敏兰的后甲 马西敏兰套装 反而敏兰套装它总有一个让人不爽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加,加得比较狠 但是也有一个是简的 你看这个,它有简一点速度 总给了一种不是很爽的感觉